在刚刚结束的第28届中国荆棘百花电影节上 电影频道推出了《星辰大海》电影频道青年演员计划 由资深引人推荐 一共有32位青年演员脱颖而出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 因出演电影《烈火英雄》 而被观众所熟知的演员张哲瀚 这段让人热泪盈眶的《烈火》而行 来自电影《烈火英雄》 张哲瀚扮演了消防战士郑志 在危机关头 平一级之力 在《火海》中为战友们杀出一条生路 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他的这段表演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 也感动了著名导演黄建新 你们不要管我 快走 这个角色戏没有那么多 可是他表现了人物的复杂性 张哲瀚在表演中比较朴实 同时又有激情 希望他继续努力 下苦功夫 琢磨人物 多看书 争取今后做一个现儿的好演员 很谢谢黄建新导演 对我的认可 以及对我的鼓励 我会饰演更多更好的角色 在这条电影的路上继续努力 虽然得到了前辈的认可 但张哲瀚深知 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 生活阅历的缺乏 就是他目前表演上最大的瓶颈 像我们18岁 可能要演18岁OK 但你要演30岁 我就很难 你只能凭自己的想象 凭自己的信念感 包括你可能没有这些人生经历 但是你可能读的某部书里有类似于这样的人物 他是怎么去吸引你的 你只有通过借鉴很多情感和信念方面的东西去把这个角色去诠释好 好 好